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 达到早上和中午好玩 上好欢迎收看啊 此的狗头解说 一联赛由日本的东大 对阵来自法国的陆飞 那陆飞的话 现在是欧洲第一人啊 欧洲最强的钢板守门员 上一次是成功的在丹麦 守住了欧洲的大门 那今天这一场 反正在美国比啊 他也不需要守欧洲的门 那他的压力肯定会小一点 呃都是瞎吹的 对吧 那今天这一场的话 是东大打陆飞啊 东大打陆飞 好鬼对美华的对局 好鬼打美华这个对局啊 就简单来讲 在中盘到前期啊 这个美华不吃亏的 呃只要好鬼那边一开V 美华这边就 能做的事情不多啊 讲道理这个空波过来 美华那边最多 就是用自己的V喊出来啊 喊一个员呼出来 把那一个空中的墙压给顶掉 但是后面还会有很多发 他要怎么处理 就是那一波的防守啊 就会特别的吃紧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下陆飞啊 能不能在就是东大有V的那一波 能不能扛得住啊 首先血量很重要 对吧 上来第一盘这个血量上面就已经很充足了 那就看东大这边 大旋风 现在还差一点点可以开V 看一下东大这边要怎么把V攒出来 是要怎么来弄 陆飞这边也不出手 VS退一下 可以啊 东大这边是利用了一下VS以后命中对手 加了那一点V槽 直接把V开出来 攻一波 果然这边是交V 第一发防守是用自己的VT去换掉 那接下来后面的进攻怎么办 清拳两下以后 哎呦 这一下清拳点中对手以后 第一时间往前走一步 直接一个指令头拉掉 那这个血量的话是刚刚好 可能还有的多 直接带走了TOKEDO TOKEDO上来也显得很淡定 丢到第一灯无所谓 从两个人过往的一个交代记录来看 TOKEDO这边拿下了大部分的比赛 这边没有怎么输过 而且两个人的话 应该是有在日本这边有参与过一同的集训 两个人互相之间 是不存在什么不熟悉的 陆飞你不要觉得他是欧洲人就没得打 他在日本这边经常跑过去训练 来了 清拳两下 中拳防住 中拳顶一下以后 没东西 两边都是打得很谨慎 陆飞这边也不急得出手 他也是觉得东大的边 可能对侧方面比较丰富 所以不急着直接用中角推过去 好了这下倒地 血量又是半款领先 看一下这次 东大的边是发波以后开V 冲上去投一发 现在距离拉得很开 直接选择远处 想要去骗一下对手的VT 这一次是直立 哎呀 这个陆飞刚才是明显有一个很大的失误 他应该是按错了 他肯定是按错了 他应该是想叫VT出来的 结果按了一个VS 也就是中拳中角跟中拳中角按错了 然后看到他那一瞬间好像是把麦克风拿出来的 自己也很懊恼 在这个点上面居然是按错了那么一下 陆飞现在对侧也不错的 对吧 就做的都还挺好的 看到东大骗你 就不出手 然后东大一飞过来 直接一个VT 那只是刚才没有打准啊 按错的 直接起程抢清拳 中角 原地续了半下 想要骗一下东大的VS 但是没有骗出来 东大这边防住了 现在就是很多的美花的高手都非常喜欢在那边用一个续半管的中角 然后去骗一下对手的一些应对之侧 一旦骗到的话就是一个C康 跳下来以后 哎哟 这个是居然打了一个阵向 中拳下来以后还压 跳逆向以后被TOKIDO申楼命中了 一个波加EX 那现在陆飞怎么办 捡防住第一下 中角 哎呀 这篇东大是用中角以后接白鬼 其实想要去抓一下头 然后陆飞在这个地方是直接选择了用CA 那对不起 这肯定交代掉了 可以看到现在东大他手上的摇杆 也是拳霸出场的Q3 哎现在拳霸是真的有点厉害 全球的顶尖高手用的全是Q3 成为了各大世界品牌的赞助商 哎不对 各大选手 选手说错了 变成品牌了 上来跳一下VS 先长点槽再说 多用用VS 可以让你更早的把V开出来 投一发 进盘边 哎 其实直接把你拉进盘边 这边东大还想去虚晃一下 这波有点被看穿 追上去以后直接再拉一个 东大这边选择的是防守 陆飞就是这样一个赶头的人 他比Foto更加敢用指令头 而且每次都直接甩一个大的指令头 那这个指令头投完以后呢 没有压起身 但是伤害啊 对于豪鬼这个角色来说 挺伤的 那现在陆飞这边没有援护 这一波东大有可能还是要从空中去切进去 直接选择一个普通波把对手推倒 远处的连续发波 这下哎呀 东大先跳 陆飞后跳 跳了一个逆下 拉下来又是一个指令头 这边疯狂的头 东大这边就是死活不跳 那真的是不敢跳 万一一个不巧的一个重拳锤上来怎么办 上来又骗 陆飞这边终于不骗了 觉得对手就骗了那么多次都不理我 我直接飞过来了 急速降落 打到逆向 跳中角下来 前中拳两下 被直接抓头 抓掉了 上去头又被拆 直跳中拳以后 下中角挥空 补上一发波 这一下被跳入 东大现在 起身直接选择用白鬼席 感觉对手离自己稍微有那么点距离 可能第一时间压不到 用白鬼席出来 可以的 白鬼席发生很快 但是没有无敌 但是如果说对手正好拉前 想要过来点你一下的话 最坏最坏也能拼个相杀 进拳下中角推个波 中角切进去了 这次想普通投没有投中 看下东大这边VT已经有了 上去只要磨中一下 哎呀 东大这个旋风角是送命了 送命了 这个旋风角太致命了 在高手的对战当中 不要出现这种事物 这种事物直接就是等于送掉 自己的400的血量 对于好鬼来说就是半管血 只要这样一次机会 半管血是稳稳的交代掉 好了 现在比分是1比1 东大被陆飞逼平 而且陆飞今天的对策是做得非常好的 他知道这个东大是一个稳健的男人 稳健的男人就要用疯狂的打法来打他 那只要东大这边一感受到对手的疯狂 那他肯定会有相应的调整 来看一下他来怎么做 这其实跟打德州扑克非常强 你要根据对手的风格来不断的调整自己 你有这样几局的时间可以去针对 好了 这边直接清决点中以后又是指定头 东大这边还是没给反应 这边每次刷指定头的时机都是非常的妖怪的 好的 东大这边还是不想跟对手去拼 东大这边可能 盘算的就是刚才他打这么拼 现在说不定想要稳一波 但是没有 陆飞依旧很拼 直接拼死了 太凶了 这边几次抓的十几点太好了 抢招抢中一下 还没考虑别的东西 就直接一个指定头出去了 连续的追击 指定头动大有点被打爆了 心态有点崩了 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 被这样投 心态肯定要崩了 接下来不投你了 直接还投 哇我都觉得他不会投了 太疯狂了 跳中拳 下来一个中角 而且差一点点了 清拳以后开V 现在陆飞血量还是满的 这一发V就算全部命中 也未必能够带走陆飞 就看这最后一口气了 跳中拳下来再压 这边基本上是动不了的 就看陆飞 等陆飞那发VT出来 东大基本上就结束了 只要那发VT 攒那么一点点 东大这边 哎呀 被直接一个前冲以后的下心鸟带走了 可以的可以的 陆飞今天打得很很猛 猛夫才能创造奇迹知道吗 你对抗高手就要满他一波 他给你慢慢的勾引你 你直接打一波all in 推平他 好了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人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